我愿意以另一种思维方式简单的描述一下 女士们 先生们 加拿大各界朋友 中国韩伟阶先生热情点要求我发表演讲 在新春到来之际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球化合作的重要平台 这也是我们未来通向新的财富之路 众所都知 过去的一年 世界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 尤其是这场罕见的金融危机和海啸 范围托迹全球 不仅使世界经济受到重创 人们的财富大大缩水 而且让各国人民的心灵受到疑似 想象还要严重 一开始人们感到迷茫 对如我现在正在写本书 叫迷茫与希望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 我们必须尽快从迷茫和混乱中走出来 那么我们为什么在十年前筹备和成立了全球化合作基金会 并得到当时哈佛大学肯移研的实力院长 这一世纪的支持 我待会就没有提到迷茫丰 我是在哈佛大学上来做一个全球气球国民的比较 我突然听到有哈佛大学理论 一次在哈佛大学我记得校上演讲 说上个世纪 19世纪 是美国 是哈佛大学走向美国的时期 下个世纪 21世纪 哈佛将走向全球化 领导上个世纪 那就是哈佛商区院领导世界的商业灵魂 那么未来的世纪 是肯尼迪学院 约森赛领导这场信息革命 我当时听到很激动 我说我一定要找约森赛单独交流一下 我们系的系统告诉我 那是本人你跟他交流 他不会有那么多时间 但是我通过我客户渠道找到他 我研究过他的理论 我几乎在哈佛大一年半的时间 因为我是德语 英语出生的 所以我找了一个 英文翻译非常好的 把他所有的书都研究了一下 他预见到了这场世界性的VG的到达 你可以看看约森奈 Jolson Knight写的一些书 他也送给我他的Soft Power的权利 他也用了他自己的思路思维 走遍世界的全球理论的实践 告诉我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我在2001年主编的 也是中国当时第一部全球化论坛书 也指出 今天的信息革命 Information Revolution 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是不以人的刻意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信息革命导入这次全球化 使整个世界充足的信息不对称 也使全球化的管理失衡 全球化并不等于国家的国际化 也并不等于国家的Globalization 全球化的浪潮 这次第一次是冲击了华尔街金融开销 这是由于信息革命导致的全球化 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也是市场经济不能自由泛滥 人们也不能贪婪 这次的经济大萧条 我在之前 一个国际上的学者也分析过 我们从它的现象到它的数据 Globalization的数据分析 它不仅仅我们不大同意有些学者的观点 它认为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反应 自二九年到三三年 我们不这么认为 我们认为是一种制度性的崩溃 这次经济大萧条远远超过一九二九年和三十年代等 它基本上影响了地球近六十人的损失达五十万亿经济总量 经济危机从发达国家很快到蔓延到新的经济实体 使整个的GDP下降百分之三 美国日本分别下降百分之二百分之一 日本下降百分之三 中国仅增长百分之七 来之前我跟国家领导人私下也谈过这问题 我财政部的负责任 欧洲预测二九年为零负增长 与我在欧洲刚参加的估计会议 by bwd6 b 12